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的下跌加速还大过于上涨的加速 但是只有1.0告诉你会有520的行情 而我昨天如何在节目上面事先告知 因为呢1.0都能够掌握住行情的脉动 首先呢你一定要知道多方再度的点火 而且1.0在我昨天的节目当中事先的告知 重点是你有没有DJ股票 你有没有DJ好的标的呢 而在昨天大家都看不好这个行情的时候 1.0告诉你520的行情 你一定要把握住好的股票拉回来的机会 所以今天呢无论是AI的股票 散热的股票 甚至伺服器的股票都形成了大涨 那更重要的是 在多方再次点火的同时 你一定要知道 接下来什么样子的股票 是你DJ布局的关键 而除能的个股 滑成 我们如何创造出两段式的价差 而广达现阶段又再站上百元之上 而这些的个股 它都叫做政策加持的股票 而政策加持的股票 哪一些是你DJ的机会 而今天的盘面里面 你也发现到了工业电脑 工业电脑今天的五峰 今天的威强电大涨 但是工业电脑这些股票大涨之际 1.0会持续的锁定它 它是谁 都在1.0的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 那我昨天呢推出 财富起飞的一个呢 限量优惠章案 受到了很多的好朋友的一个支持 尤其在520的这一周 我们如何放大你的资产 我们如何把你的小钱变成大成 财富起飞 放大你的520 而且一定要把握住限量的优惠 得在今天的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好 那当然你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1.0的盘前抢先报 你一定得要拿着 一点的LINE8里面 到底存在着什么样子的赚钱密码 我在今天的开盘之前 我告诉我们所有的李林家族家人 尤其昨天外资期货的多单 增加了5199口 而昨天的未平仓口数直接来到万口之上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明天是呢 一个月一度的一个呢 台子期结算 会不会拉高结算 所以我在今天的盘前抢先报 我就事先公开告诉大家 短线会出现跌升反弹的大涨 如同一点的预期形成了先蹲载跳的格局 今年是兔年 你会发现到呢 当指数急跌 来到前波支撑的时空 它就是你第一阶布局的机会 然而相反的 你可以发现到昨天 清一色的节目上面 看图说故事的老师 尤其昨天的排面气氛非常不好 昨天下跌的加速还多达很多加 你的老师是不是看跌缩跌 但是只有1.0 在昨天下跌加速 大过于上涨加速的同时 我告诉你520它会有行情 而且多方点火的几率是非常大 尤其昨天 我是不是画了这条线告诉大家 我昨天如果没有在节目上面 画了这条线 事先告诉你 我的反市场操作的话 请你关注我的影片 VCR 重点我们观察4月26号的15284 能否有效的手助 那呢目前呢 也是呢 第一季财报公布的一个时间段的尾声 所以在反应进尾声的过程 我预估在下半周 也就是520的 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多方点火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多方点火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亲爱的好朋友们 你可以发现到 看得懂行情 你就能够做得对动作 然而很多人习惯看图说故事 好为看图说故事 因为昨天下跌的加速 大过于上涨的加速 昨天行情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好 但是只有1.0告诉你 虽然下跌加速比较多 但是来到了前波4月26号的低点支撑 这里低点游手将会形成 多方的一个呢 转折的力道 来 今天行情跳空大涨 我没有特别告诉大家 我最擅长的是什么 我最擅长的是反市场的操作 而今天的行情 你为什么能够跳空大涨248点 它叫做什么 它叫做低不破低 而且贵马也好 大盘也好 低不破低之后 转折就在线 这个就是1.0 能够精准的掌握住行情的脉动 当你这么困难的大盘 都能够精准的掌握住之后 个股的操作节奏 更能够明明白白一目了然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今天的广达不知不觉 又来到了百元之上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广达 广达的这档标的呢 1.0在东森盘中连线 也事先利用我们的 零融123的操盘法 来告诉大家 尤其广达下方的多方缺口 来 这边是多方缺口 多方缺口没有回补的 一个情况之下 它都会形成什么 它都会形成了一个呢 震荡在上的一个走势 但是要注意一下 最近的广达 融资预游是比较高的 所以来到这个位置 不要去做过度追加的动作 但是在多方缺口 游手之际 再来去做低接 再来去做一个呢 亮缩承接的布局 好 那当然其实除了广达 今天又再度的挑战前波高点之外 为什么1.0能够掌握到 像是这么大型的广达 因为广达它是做AI 跟伺服器 还有NB代工的部分 尤其TRAP GPD 它会带动整体的AI伺服器的前景 持续看望 而这一波的广达 不论是切入到伺服器之外 还切入到车用的领域 这个又是1.0 Light 8的好处 因为1.0的Light 8的好处 能够帮你掌握到盘面的股票重点 那当然除了广达之外 还有什么是AI的扩散效应 就是这一档技嘉 技嘉的这一档标的 它不是单单纯纯显示卡而已 而是它也受惠于 伺服器恢复成长动能的情况之下 营收占比逐步的拉升 而且专案逐步在发酵的过程当中 这一档标的 它形成了先蹲再跳的格局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今天的一个广达 在昨天拉回来之后 形成了先蹲再跳的走势 那如果我们把这两档标的 来去做超级比比比 把广达跟技嘉来去做超级比比比 显然的技嘉的筹码 比较好一点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融资的余额 并没有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只要做回调的过程 它都会形成 这个叫做买盘的低阶 这都叫做买盘的低阶 当出现了买盘低阶的时候 它就能够形成股价的持续走扬 所以像这种大型的个股 请你记得 每一次拉回缩量 尤其是连三黑缩量的时购 短线就可以积极的站在买方的 来去做布局 好 那当然其实呢 为什么特别要教学广达跟技嘉 因为很多人都在一点的Lite 8上面 询问1.0 怎么样去做操作 然而你一定要知道是 今天1.0要给大家全新的东西 什么样子的全新的东西 因为每周四是1.0的实战零距离 但是今天大盘如同1.0的盘前预期 形成了跳空走涨 你一定要知道 跳空走涨之够 买什么股票才能够大赚 所以今天听好 今天1.0特别加开了实战零距离 所以还没加入一点的Lite 8的好朋友们 记得拿起手机扫一扫 因为从实战零距离当中 我会告诉你什么样子的股票 是你接下来赚钱的机会 然而520的接近战法 是你现阶段赚钱的方式 买每一次股票赚20% 你不要小看这20% 这20%1.0常常达标 而且1.0常常达正 而且1.0常常超标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每一次我们只要赚20% 5次你的资金是不是就能够翻倍 所谓的翻倍 就是你的200万可以变到400万 你的400万可以变到800万 你的800万甚至能够变到1600万 这个就是520的阶梯战法 每一次只要赚20% 5次你的资金就能够轻松的翻倍 就像第二季我们打出了漂亮的仪仗 我们帮我们的家人 两段式的加差的雷虎 雷虎我如何第一段赚33% 我如何第二段在极大的过程当中 来到了八字头 告诉你我赚钱放在口袋当中 然而你可以发现到 1.0跟其他老师不同的地方是 我不是死多头 我也不是死空头 但是一档股票出现最好赚的利润的时候 我会带你先把最好赚的利润放在口袋当中 然而很多的头顾老师 常常跟你讲他看好很多很多的个股 就像军工的个股 尤其很多排面上的老师 现阶段闭口不说长龙航太了 但是在128附近全面的看好 相反的1.0的长龙航太 是买在你的老师没有关注他的地方 买在全市场没有人关注他的88块钱 而在128块钱 全市场老师都在说长龙航太 好棒棒很好的时够 我干嘛 我反市场的操作 我一个月的时间 我长龙航太大赚45%的利润 甚至我们的亲爱的家人杨大哥 光这档材料ky的这档标的 6个交易的时间 轻轻松松创造出3成以上的利润 这个就是520的阶期战法 让你一档赚完 再赚一档的操作思路 所以现阶段来听好 我知道这一波大盘在急杀回跌的过程当中 你的股票可能还套在高档 但是我要特别告诉大家 既然大盘今天出现了跳空的一个缺口 他也就代表着这是接下来 由你反败为胜的机会 尤其1.0号召一下 如果你手中有套牢20%也好 30%也好40%也好的股票 请你把你的股票写给1.0 你进场的价位 你持股的张数 尤其1.0最擅长的是同价位的平行换股 就像今天大盘在跳空走涨之际 我有做太弱换墙的动作 趁着大盘这一波再出现转折力道的时候 换到1.0即将要布局的股票 第一个顺势能够帮你解套 第二个你还能够形成逆转胜的操作思路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我今天布局了什么样子的股票 政策加持的股票 这一档政策加持的股票 我叫他精益求精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光第一季的财报 就绞出了亮眼的成绩单 特别我把这个EPS盖住 为什么 因为当你打出EPS的时候 你可能就猜得到是哪一档标底了 因为1.0收视率真的蛮高的 很多人都会猜一点的股票是哪一档 但是我们李宁家族家人都知道 这一档标的 它光第一季就已经创下了单季的新高记录 一季的获利就已经超越了去年的 全年的上半年的幅度 尤其从毛利率的走势 你可以发现到一家公司 是不是能够持续成长的关键 在于毛利率能不能够大幅的跳升 它的毛利率从前年去年的三字头 来到今年的四字头 也就是说光毛利率的这一块 让它的成长大幅度的攀升到三成以上 尤其你一定要知道 现阶段很多的电子股都在去化库存 尤其也受到了一些财报的效应 所以这一家公司它的订单能进度很高的情况之下 重点是法人已经在低档来去做布局了 所以我预估我这一档标的政策加持 精益求精 短信上面会有三成的利润 跟着我在起场之前提前卡位 跟着我在起场之前提前坐轿 所以我说过办好手续 1.0会带你买进政策加持 精益求精 短信上升的幅度将会有三成的利润 带你逆转胜的一个操作 那当然我也说过 财富起飞 520如何放大 尤其不要小看520块钱 520块钱可以做什么 520块钱能够帮助你财富起飞 能够放大你的520 尤其无论你是小资族 你是上班族 甚至你是退休族还是大老板 我说过只要520 翻倍我爱你 就会让你一次拥有独家标股的五大秘籍 尤其在一点的Lite 8里面 记得留言告诉1.0 你要放大你的520 就带你提前卡位 就带你预约登记 都在今天的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等你的一个留言 好的 那当然我也特别说了 今天电子股开了一枪 而电子股里面的AI供应链 他打出了漂亮的一仗 尤其今天的世新 他创下的新高 好我这边教学一下 今天我们有请我们资金比较大的家人 尤其喜欢做高价股的清代家人 世新KY的这一档标的 今天是要干嘛 是要先站在逢高获利的一方 为什么今天世新KY创高要先站在逢高获利的一方 因为从世新KY的这一档标的每一次创高 他一定会拉回来 所以今天的世新KY 他的波段高点在1440 那这个位阶不是要让你去追 而是要让持有的人 短线先创高先卖 所以今天的世新KY 在一点高盘空方量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请了我们的清代家人 资金比较大的喜欢做高价股的世新KY 先赚钱分批放在口袋当中 好 这个就是1.0的一个价差操作空间 那当然你可以发现到今天 就像还在处置交易的贝利6874 我们来看一下6874 来贝利的这一档标的呢 在横盘两周过后 这个叫做横盘两周 横盘两周过后 今天形成了一个粗量在供 而现阶段的一个贝利 它后续呢出关之后 要特别去关注它的一个量能的变化 只要持续的增量 就能够挑战前波的高点 甚至呢36来3693 3693的一个呢银帮 银帮在这里呢 如果我们这边画一下 它打出了一个双脚 来这边说双脚 有没有发现到 双脚只要能够带量突破颈线的位置 它还能够挑战前波的高点 而且它的筹码还不错 因为融资的筹码是在做下降的 所以这一波是属于一个上涨 带量下跌缩量的走势 所以遇到警线的位置 空手人不要去做孤独的追价 但是缩量拉回来哪里是机会 跟上1.0盘中的指令 甚至我们可以发现到 像这一波的一个星星 来我们来看一下星星 星呢也是1.0呢 在东升盘中连线 尤其在130以下帮大家来去做追踪的 为什么我能够在130的星星 帮大家来去做追踪 你一定要知道 因为在这里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两次的一个多方贯穿 当出现了两次的多方贯穿 当出现了一个低不破低的时候 它就出现了一个打底的一个讯号 而且以融资的一个筹码而言 它是形成了下降 所以接下来只要下方的多方缺口 能够形成多缺不补的一个走势的情况之下 这一档星星还能够震荡震荡往上攻击 这个就是1.0能够掌握住 AI的赚钱效应个股的操作 那当然昨天在双红在旗红散热的个股 出现了拉过来的同时 我是不是从产业的面向 从EPS的角度来告诉你 双红它获得了液冷技术 而这个液冷技术 1.0特别介绍一下什么是散热 散热的种类总够区分为叫做气冷 也分作为开放式巡回的液冷式的散热 还有静默式的一个液冷散热 而这三种的差异点最好的技术是在哪里 是在静默式的液冷 那我昨天也特别在节目上面跟大家提及 双红它已经蹲了10年的 这个叫做液冷的技术 而这样的液冷技术 让半导体的大厂全面的找上门 而双红积极的投入3D的VC 而这个3D的VC叫做水冷的研发 第一个它具备的成本的优势 第二个在液积空间的情况之下 更具有弹性的优势 而且它能够客制化 客制化它就具有利基点 而如果具有利基点的情况之下 它的技术将会获得国际大厂 像是Intel像是灰达的一个青睐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昨天在双红败量下跌的同时 我特别告诉大家 建策跟双红 如果用EPS的角度来看 都是3块钱 但是建策的股价已经来到400块 甚至一度的供高到500块之上 但是双红还在二字头左右 但是Intel要特别告诉大家 Intel的操作是非常灵活的 我看好双红 但是我也会因应行情的卖斗 形成了短价差的操作 但是只要双红来到关键点位 听考1.0会再度的进场 同时1.0也掌握到 第一手的产业资讯 这一档双红 接下来的目标价 会看到哪里 来加入一点的Lite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或者是直接打电话来问1.0 所以呢接下来该怎么样子去做操作 1.0都帮大家仔细的掌握 好 那当然其实在今天开盘之前 我也针对于国际的行情 尤其美光 其实我最擅长的是 抓到股票市场的最亮眼的那一道光 来美光 美光呢在隔夜的一个 美股的走势形成了大涨 大涨了6% 所以我在今天的盘前抢先报 我就已经说了他会带动记忆体的个股 形成轮动轮掌的效应 所以今天无论是群联 无论是金豪科 甚至乙顶跟平安 好那我也特别呢 来跟大家讲一下 我比较看好的是哪一档标的 我比较看好的是乙顶 乙顶的这一档标的呢 就去年的获利表现来看 他赚进了两个股本 而且又受到了这个AI伺服器的 一个人工智慧的一个加持之下 他形成了一个多方趋势的加持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 乙顶的这档标的呢 是1.0在3月18号的线上演讲会里面 事先公开分享给大家的 当时候的乙顶还在二字头 而现阶段乙顶不知不觉 又来到了三字头 如果就他的一个技术面向来看 他打出了双脚 形成的低不破低 而且对称满足的过程当中 他就会形成大涨的力道 那别忘了 乙顶接下来 他会接到国际知名的大订单 而接下来的目标在哪里 请你跟上1.0盘中布局的机会 甚至你可以发现到 今天工业电脑 很多的个股都形成大涨 但是有时候大涨 他是一个短卖点 我这边特别跟大家举例一下 就像今天来8076的一个五峰 我问大家 今天五峰到底是应该要站在买方 还是要站在卖方 来一样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思考 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 很简单 因为今天就以一个短线的筹码 来去做一个观察 今天的五峰35块钱 他形成了一个什么 他形成了一个一点高盘 我这边写一下 这个一点高盘 这个出现了一点高盘的 一个情况之下 他代表是什么 他代表是接下来的行情 他会形成了一个叫做什么 震荡整理的走势 所以今天的五峰 是应该要趁着短线吉拉的过程 先站在卖方 因为融资也持续的一个暴增 所以紧接着融资撤退之时 也是五峰拉回的过程的一个操作 好 那当然今天还有另外一档表地 3022的一个威强电 今天威强电拉出一根藏口 但是老实说 今天的威强电拉出一根藏口 不是让你追的 因为像这种呢 突破呢 突破颈线位置的 这个这根藏口 他一定会有个拉回来的走势 而且今天的量能爆的太大 真的爆的太大 所以明天明后天一定会有一个压回来的走势 所以威强电的这一档标的 第一个空手人不要去追 短线持有的人 可以在今天93块钱附近 先来去做一个呢 短打的动作 等到他真的有拉回来的过程 再来去做一个低接 好 再来去做一个低接布局 好 再来去做一个低接布局 这一点呢一定要知道 因为他今天也出现了一个空方量 所以今天是应该要先卖 之后再买会是比较好的 好 那当然其实工业电脑里面呢 其实如果我们就以第一季的财报 来超级比一比来看的话 安晴 值得你来去做注意 为什么 因为第一季的一个EPS 他是来到了2.56块钱 如果相较于去年的首季的EPS 是大幅度的成长 而且成长的幅度 相较于7成的一个位阶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安晴 他最主要的是呢 是做智慧医疗以及投票机 别忘了 明年有4年一度的总统大选 所以他也拿到了 美国的投票机的订单 那我这边也特别跟大家讲一下华硕 华硕呢 我昨天有说这个位阶不要追嘛 但是他只要化解这个大量的低点 而且守住这个大量的低点支撑的时候 他还能够形成震荡电高 因为筹码还是相对的稳定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特别去做一个关注 好 那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安晴 他最主要呢 是有投票验标机的一个专案 形成了一个成长的力道 所以这档标的在昨天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今天马上形成买盘的支撑 所以这档标的1.0 早就在起涨之前 带领我们的家人提前卡位了 好 那当然在今天你一定要知道 行情该怎么去做掌握 尤其本周只要守住这个价位 这个价位在哪里 在15510 记得一下 15510叫做日K的火箭转折 所以本周只要能够持续的守稳在1550点之上 多方缺口游手 下半周多方的行情还会持续终极 就像1.0总是能够反市场的操作 就像材料KY 百元的价差的个股 我代理我们的家人四字头的布局 而如今的材料KY来到了五字头 而为什么材料KY打到跌停板的时候 我能够反市场的操作 这个就是1.0跟全市场的老师不一样的地方 那你一定要知道 一档标的你能够大跌的时候买 你一定对他这一档标的的产业面更加的了解 材料KY第一季EPS创下了历史新高 7.44块钱 相较于去年的6.82块钱是大幅度的成长 紧接着在4月份5月份的产能 还要在持续增加的过程当中 报价又要上扬 报价的部分 1.0掌握到第一手的操作策略 而且营收跟获利还会持续成长 所以我们的百元价差的个股 材料KY 我们在短时间6个交易的时间 创造出三成以上的利润 那当然如果你想要掌握住材料KY 接下来的目标价以及他的好的买点的话 请你在Lite 8上面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正确的电话 跟上1.0低阶布局的操作 那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材料KY我非常了解 因为每一次当材料KY大跌的时候 你的老师不敢告诉你 但是只有1.0买黑低阶的布局 而为什么我说材料KY大跌是买点 因为1.0跟全市场老师不一样 很多老师在大跌的时候 在跌停板的时候都不敢说 只有1.0反市场的操作 所以才会告诉大家 当材料KY出现好的买点的时候 第一个你会吓一大跳 因为他的好的买点出现的时候 多半都是在他大跌的时候 因为这张标的只要急拉 当冲率一定高达了8成以上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在4月26号当材料KY 还在4字头的时候就告诉你重磅消息 获利还会再翻倍的材料KY 接下来该如何掌握 跟上1.0盘中的指令 所以我买完之后 材料KY他亮灯攻上掌停板 再来一根掌停板 短短6天的时间材料KY 从4字头来到了5字头 而紧接的材料KY 他的获利跟报价如何演变 都在1.0的小老鼠OK1788当中 就像这场标的政策加持精益求精 而且毛利率持续攀升 订单能见度持续高的一个情况之下 短线上涨将近有三成的利润 办好手续1.0带你即刻进场 那当然财富起飞 放大你的520的专案 520块钱能够做什么 无论你是小资族 你是上班族 甚至你是退休族 或者是大老板 我说过财富起飞 只要520 翻倍我爱你 让你一次拥有独家标股的五大秘籍 都在今天的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那也预祝我们所有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在那前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咯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否则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